连日来,受到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,本时汛气的鄱阳湖水位却持续走低。 在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多宝乡蒋公里附近水域,明代古桥千眼桥提前近四个月就显入蒸笼。 日前,记者在蒋公里附近水域看到,一条用松木桩,长条花岗石铺架而成的石桥横跟在干涸的湖床上,独特的风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。 据介绍,该桥建于1631年,全长2657米,949个吨,948个孔,所以称之为千眼桥。 在鄱阳湖风水期,千眼桥浸泡在水中,当鄱阳湖水位低于10.5米时,才露出阵容。 今年与往常不一样的是,当地持续的高温少与天气,水位迅速下降,导致千眼桥提前近四个月时间就显露出来。 这个桥今年1961年一来,比同期水出现最低的情况,就是说最堆吧。 但是这个桥露出湖面比往年要早到三到四个月,平时住在冬季,现在是夏季了。 为保护千眼桥,近年来,都昌县当地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,对千眼桥进行了全面的维护和修复。 这个桥在我们博物馆工作人员,在每年都要到这个地方来,看看这个桥现状,如果有省费,我们及时向上面申请维修资金来维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